接下来给大家强调一下 咱们刚写的这个程序 是让你的Ubuntu当发送者 让Windows里边的那个程序当接收者 这么说明白吗 那我的Windows在哪呢 那说的直白这 我如果把它合在一个里边去 大家看看在这 Windows在这 Ubuntu是不是在这了吧 这个软件它运行 就是这个程序引起来之后 它这个地方的知识谁 你别在乎它的知识谁 它的知识谁 A是谁是谁 如果你有三个IP 那么这个地方只显示你的一个 显示谁呢 它显示哪个 这个甭管它 说的直白这通吧 我把这个关了 我再来一遍 我看着 双击这个东西不就打开了吗 不管你这个值是显示的是否 是192.168.332.几 你的Windows里边一定有个IP 是192.168.332几 你这么说理解了吧 那你怎么办呢 Windows加R 出来这个左下角的这个框 输上4MD 回车 打开这个东西之后 IPconfig IPconfig之后 你也没发现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个192.168.33.53这个值啊 好了 最后我再告诉你一遍 怎么做 双击这个程序 打开 那么这个程序不就运行了吗 这个程序运行了 不管这个地方 这个IP值是谁 不管是不是 翻翻的那个 不管 你只要打开这个终端 你这个IPconfig 你看到这个IP是谁 OK 那就行了 你的Windows的IP 一定有一个192.168.33.53 甭管这个值是否显示的是33.53 你一定有33.53 那么这样怎么办呢 在你的程序里边 这个地方就写成你Windows的33.53 能理解我意思吗 别写成自己的了 别写成自己乌班图了 你乌班图又没有接收者 那他发过去 你一点现象看不见 能理解我意思了吗 所以说 这个地方 填上你Windows里边 真正的是那个33的IP 你甭管这个地方现在谁 都行 能理解我意思吗 这个保证这件事情 还有一个代码 写的不够熟练 哪些东西呢 第一点 前面有一些同学 就忘了前面加Table键 有可能放了个架 是吧 这点忘了 有可能 前面Table键 别忘了写上 而且括号也别漏了 圆堵里边 这个是要加双语号的 这个不加双语号 别都忘了写上 还有一个下滑线下滑线 有的把这个漏了 有的把这个下滑线漏了 听清楚了吧 别写错了 还有的把这个变了 本来叫UDP 这个地方写成了 原来有这个地方 写A的 这个地方变成了B 很普新 这一点不太应该出现了 还有一个加入式 你是否加入式 一定要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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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